且说新修福眼睁睁的看着那对面三包里面的丽人 心上很觉得有些诧异 暗想 我这个人是向来不用绑子功夫的 怎么他竟会看中了我 心上想着 只见那丽人叫过一个十八九岁大姐来 富尔说了几句不知是什么话 又指指点点的对着新修福指了一会 一会儿的功夫 早见那大姐从人从里面挤上楼来 带着饮水烟筒直走到新修福背后 笑眯眯的对着修福说道 各位阿是新老 尼先生说 请奈到尼达去 新修福导吃了一惊 道 你怎么认 得我信心 你们先生是什么人 那大姐笑道 尼先生叫苏清清 来浪三马路美人礼 说他新老一敬任德格 等些点定规要请过去格须 新修福听了 想了一回 始终想不出这个苏清清是什么人 把眼光拢了一拢 再往对面看时 觉得这个人虽然有些面熟 一时间 那里想得出来 问那大姐时 那大姐也说不明白 只说是新来的 弄不清楚 新修福也只得点一点头 预备着等会儿到美人里再去细细的问他 那大姐装了几桶水烟 便也去了 新修福看着那大姐挨挨挤挤挤的回到对楼 和苏清清说了几句 苏清清抬起头来 远远的对新修福一笑 新修福见了 便也对着他微微一笑 这个时候 场上正在坐着七盏灯的猎女船 这七盏灯本来是各有名角色 唱作俱佳 声容并貌 台下的许多看客 督目不转睛的看着台上的七盏灯 只有苏清清的两只眼睛 只顾目不转睛的看着新修福 一顾一盼 便有许多颂意推情的成素流露出来 新修福虽然是各老于上海的人 不是什么色中恶鬼 但是世上的男子 断没有见了各少年美貌的女子 在那里和自己掉膀子 倒反要拒绝不纳的道理 况且新修福自从龙蝉珠嫁人以后 怀着一腔的情愫 含着满腹的牢骚 一时又找不出个替代龙蝉珠的人 如今见了苏清清 一见清心 三生会果 木成梅雨 托成素于微波 波云聊雨 革心额于隐谱 方从寇寇 密意沉沉 为邪风补之欢 先有冤蒙之定 这一段情势 却是新修福意想不到的 自然觉得心上十分高兴 两下里摇摇的对着 没来眼去 卖弄风情 连台上坐 的什么戏也都糊里糊涂的不知道 只觉得你的心上只有一个我 我的心上只有一个你 一片的爱和浩瀚 无边的琴海汪洋 都在这两个人的眼中滚来滚去 把个身体都深深的埋在里面 再也跳不出来 新修福只顾呆呆的望着苏青青呆看 陈海秋和他说话都不听见 陈海秋见新修福这般模样 便把他拉了一把道 你掉膀子只管掉膀子 为什么要掉的失魂落魄的这般模样 新修福被他拉了一把 猛然吃了一惊 回过头来 慌慌张张的问道 什么 什么 你有什么话说 陈海秋不觉狂笑道 你这个人向来常常的说见色不迷的 怎么今天见了一个苏青青 就把你迷到这般模样 新修福听了 不由的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但要分辨 却又分辨不出什么 只得也对着陈海秋哈哈一笑 陈海秋还带在说 新修福忽见对面苏青青力起身来 对着他做了一个手势 回过身来便走了 新修福见了 知道他要走 便也拉着陈海秋一同走下来 直到戏园门口 等了一刻的功夫 方才见苏青青扶住方才的那 各大姐姗姗的走来 见了新修福 便自英纯扮起 校夜微开 喜滋滋的叫了一声 新老 新修福正待问时 苏青青对他摇手道 顾些慢慢教 有啥闲话 到尼达去慢慢理说莫哉 新修福点一点头 早见两个车夫拉过一辆促心的橡皮包车来 车前点有两盏药水灯 金光夺目 苏青青便对着新修福奄然笑道 新老 奈坐在尼格车子先去阿好 新修福摇头道 我们都有包车 你只顾先走 我们慢慢的来就是了 说住 新修福和陈海秋两 个人的车夫 也拉着车子过来 苏青青不肯先去 定要看着新修福和陈海秋坐上了车子 自己方才也坐着包车跟在后面 三辆包车飞一般的静奔美人里来 那消一刻功夫 早已到美人里 弯进弄去 到苏青青门口停下 苏青青同住新修福和陈海秋两个人走上楼来 到房间里头坐下 苏青青先问了陈海秋的姓名 方才笑容可居的对着新修福说道 新老 奈想想看 到底阿任德尼 新修福想了好一回 还是一个想不出 只得对着苏青青摇头道 看 着你的样儿觉得好生面熟 一时尾时想不出来 苏青青微微的笑道 新老 奈阿记得 隔尘光有个阿娟 住来浪无堵隔壁 阿是贵人多忘事 忘记脱隔灾 新修福听了 不由得心中一动道 原来你就是阿娟 怎么忽然会落到堂子里头来 你的父亲和哥哥到那里去了 苏青青叹一口气道 说起尼阁闲话来 隔磨真正叫贪台 说住 便把他父亲病故 他哥哥嫖赌吃烟 不务正业 把他卖人烟花的事情 细细和新修福说了一遍 不觉荣荣誉 替 新修福听了 更觉得替他难过 揭叹不已 眼看着这样的一个旧家的女儿陷入烟花圈套 心中老大的不忍 便存住个要把他提出火坑的念头 看官 你到这个阿娟是个什么人 他的父亲 哥哥又是个什么人 原来新修福年幼的时候 是住在上海城内新北门里面的 那个时候 新修福的隔壁住下一家人家 姓汤 官名一个城字 却是个江苏后补巡检 分道差遣的当了几年的保甲局委员 不知怎样的被他上下其手 道狠弄了几个钱 这位汤巡检的太 太已经死了多年 只有一子一女 女儿的小名就叫阿娟 到了十多岁 却出落的一表人才 十分俊俏 汤巡检甚是溺爱这个女儿 只有这个儿子 天生的性格甚是被赖 打街骂相 无视生风 没有一个人不恨他 这个阿娟 却和他哥哥大不相同 天生的口角灵便 最会哄人 就是那左邻右舍的人家 见了阿娟 也没有一个不欢喜的 新修福那个时候 正是十八九岁 阿娟却只有十岁 时常到新修福家里去玩耐 新修福见了这样粉装玉拙的女孩子 虽然 和他没有什么情愫 心上却很赏识他 后来不多两年 新修福家搬到城外来住 便从此和他家阴信不通 不想这位汤巡检患病不起 一命呜呼 他那位儿子 平日之间见他父亲捏住了家财 一个大钱都不肯给他 早已恨得咬牙切齿 如今见父亲死了 心上十分欢喜 眼泪都没有一滴 只一天到晚到赌场里头去赌钱 这个赌字没有底纸的 一碗的功夫输了几千几万都不算什么 汤巡检虽有几个瓜地皮钱 究竟是个小官 就有钱也有限得很 不销两 个月 早把这一分薄薄加丝 输得一个干干净净 寸草不留 渐渐的点卖一是 点卖器具起来 一是和器具都点卖进了 便想到妹子身上来 把他点了六百块钱 点在堂子里头 可怜这个阿娟还只得十四岁 晓得什么事情 听得哥哥把他点在堂子里头 一时也无可如何 只得医住劳保 做起生意来 生生的把一个患家小姐 落在把市里头去了 苏青青做了几年生意 倒是琵琶花下 车马如云 生意十分热闹 过了几年 便自己赎了身出来 一连做 了三年生意 虽然不差 无奈苏青青的用度 开销二十四分的浩大 很有些儿支持不来 勉勉强强的移东补西 过了两劫 时时的过不去 今天刚刚在丹柜看戏 预住了新修府 觉得十分面熟 低着头想了一想 记得好像新家大少爷的模样 他素来知道新修府家 很有几个钱 虽然算不得上海地方的首富 却也是个数一数二的有名富家 不管是他不是他 姑且叫大姐过去撞个墓中再说 那只这个墓中用不着两撞三撞 只削一撞便撞住了 当下新修府听 了苏青青的一番说话 心上到着实的有些替他伤感 看着那苏青青碗转交题 水箫类子 更觉得楚楚可怜 免不得要温温存存的安慰一番 陈海秋坐在旁边 呆呆的听了一回 觉得时候不早 便取出表来一看 已经四点多些 便立起来对着新修府笑道 你们慢慢的谈心罢 我却不能奉陪 要先回去了 新修府听了 还没有开口 早见苏青青抢步过来 在新修府耳边说了几句 新修府点了一点头 苏青青便走过来 对着陈海秋说道 陈老慢慢 交 做些莫哉 雾要去 新老要请耐吃酒呀 耐吃过载酒 就来浪尼达 借载阁干扑莫哉 陈海秋听了 先向新修府看了一看 又向苏青青看了一看 便笑嘻嘻的对着苏青青 打个手势道 恭喜 恭喜 只把个苏青青 修得别转头去 一言不发 一会儿 娘姨们调开桌椅 排上一个双台 陈海秋道 一个双台 只有我们两个人吃 未免太寂寞了些 新修府道 这个时候到那里去请客 只好把青青这里的娘姨 大姐 一股脑儿都叫来坐在席上 胡乱吃上一顿也就算了 陈海秋忽然长叹一声道 如今我们这般朋友 也都一个个风流云散 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在上海 修府听了 也不由的叹了一口气 正是 后夜之相思何处 月电云朗 当年之风度依然 飘烟暴雨 要知究竟如何 且待下回再行交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